洛杉矶市长贾希迪宣布 洛杉矶将提供免费新冠病毒感染检验 不管是否出现症状 这将是全美第一个提供免费新冠病毒感染检验的主要大城市 洛杉矶市长贾希迪29号宣布 洛杉矶是全美第一个这样做的主要大城市 他同时补充 有症状患者将有优先权 贾希迪表示 洛杉矶的检验量能约为全美国所有检测的9% 他指出洛杉所有居民现在都可以免费获得新冠病毒检测 该测试仅通过预约 由洛杉与洛杉及社区组织的救济活动合作提供 截至4月21号 全县共有35个检测试点 截至目前在加州只有具有症状的居民 有必要活动的商家员工 以及诸如疗养院之类的机构的人员才能接受测试 官员们表示 扩大测试范围对于更好的了解 有多少人感染该病毒至关重要 这些数据可用于是否放宽居家令的限制 根据新的指导原则 仍将优先考虑具有发烧 咳嗽 或呼吸急促等症状的人 进行当天或次日的检测 测试还将优先考虑与公众互动的某些关键前线工作者 据悉 加利福尼亚州的柏里纳斯镇是第一个向居民提供广泛测试的城镇 这项工作于本月早些时候启动 但该计划是柏里纳斯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合作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洛杉矶线29号数据显示 自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确诊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该线确诊总人数超过22,400人 达到22,485人 中天中旺 整理报道 洛杉矶动物保护控制部DACC 目前决定免除所有七个动物保护中心的领养费用 让更多小动物们可以在疫情期间找到温暖的家 作者是主要行动的 所以 新来的同时部 和政治黑牧场与用这期指数 人活动用的招牌 与抑造成运动用了 并重招牌广泛大学生成统 以后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立法开本目的 单时业 在此时期中 PACO基金会为洛杉矶线的收养动物们提供了8万美元的救助资金 这笔资金不仅可以减免领养费用 而且还能够应用在各种其他的救生措施 包括购买必要的医疗设备 与收医伙伴合作 为收养中心的宠物们提供超出医疗项目常规能力的广泛医疗服务 洛杉矶线动物保护控制局的主任表示 因为人们坚持更加安全的居家要求 很多人可以花一些时间养一只心的宠物 在洛杉矶线如果您决定要收养宠物的话 必须先要预约当地的宠物护理中心 您可以登陆animalcare.lacounty.gov 了解更多的详细资讯 中听中望这里报道